Eclipse E1的版本 一定要是E1的 不然的话你用SE的版本 会没办法设定 没办法设定server这个选项 第二个我去Toncat 所以你找一个Toncat 关键是Toncat 它目前最新应该是7.0的版本 它也是一样把它download下 那因为我 一般会把它分开两个目录 因为我觉得Toncat 其实就是要把它包到Eclipse 所以把它搬进去 那这个好处就是将来 把Eclipse的目录搬一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你们回家之后 特别注意 因为你的目录位置改变了 所以你回到家之后特别注意 你要把回到家之后 要再重来一次 喜好设定 这边的server 如果本来有的话 请你把它领悟掉 或者是你edit一下 确定一下这个路径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搬一个位置之后 它找不到server之后 那这个server就会乱不起来 这个server就乱不起来 乱不起来之后的话 那你这些东西也乱不起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回到家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edit一下 或者remove掉重新再来 重新再设定一下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开发了 其实这个环境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这最大的好处 那你说稳定性好不好呢 其实 我觉得 不是很稳定 很容易 run一run之后 就挂掉了 那怎么办呢 重开一下就好了 没办法 这我坦白讲 因为有时候run一run 你多run一些东西的话 他就莫名其妙 就server就挂掉了 那你就重开一下就好 或者是说你把它stop 有没有 这里下server在这里 那实际上我们是把它挂进来 有没有这边可以stop 把他restart也可以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memory处理 所以他这个当然是你开发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你真的要驾站的话 恐怕要去找一下别的来驾 不过如果你流量不大 用tankyok 那tanky它有分成就是说 你内部的就是我们开发的时候用的 那这个好处是你不需要在 启动之后再来再来执行 你就直接执行 他就帮你启动了 会比较方便 那外部也有外部的tanky 你挂起来之后呢 其实你自己的电脑 家里的电脑 就可以拿来当一个web server 前提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个gooie就可以了 那其实中华电信呢 他也应该八美